明导大PK 徐克假张科 谁比谁得益 最近导演徐克很得益 因为他的作品 《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自上映以来 就以力拔山和气概式的傲人成绩 笑傲江湖 票房不但是成功突破五一大关 又是改写了十一项票房记录 上周末电影剧组织 在北京举行庆功会 徐克写主创亮相致谢 都知道徐克是武侠票大神 虽然这次的神都龙王用的主演 都是文弱书生 但在老爷一手调教下 可都变成了五风走 我在电影里面是一个 好战分子 经常喜欢打架 看见谁不爽我就要打他 其实我说实话 打戏真的不是我的强项 老爷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的 把我变成了第二个大侠 从通天帝国到神都龙王 一直很成功的《敌人节》系列 已经在筹牌第三部了 这赚钱的节奏还在继续啊 难怪徐克导演开始了脱不拢嘴 而一向很文艺的导演 贾张科得意的角度就大不相同哦 作为很难靠电影票房赚钱导演 贾张科的电影一向是叫好不叫做 不过贾导最近嫌疑翻身 新作《当代无侠片》 天注定10月4日开始在美国供应后 不但票房好 还博得了口味挑剔的 一名人的全五分的好评 就连《纽约时报》 也给天注定打出了100分的满分成绩 强力开花强买香 贾导对回国生意有信心不? 他有一种跨区域的这种感染力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本土市场 有更没问题 据说目前天注定已经通过销售 海外版权收回成本 并且实现盈利 因此对于天注定来说 贾张科图号地表示 赚钱是铁定的 这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没点听 赚钱导演都得意 和翻天综合报道 贾张科图号地表示